好 今天要看真點 是阿士來的 阿士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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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士 阿士堅成 對不起 我今天要說的全部都是阿士 可能你習慣了出身點 我們還沒說體育之前的阿堅成 其實阿士的人會不會是真人靚的相鏡 因為你知道阿士的器材很棒 其實你可以問我 我也是做過阿士的 那時候阿士不是經常碰到藝人 但TVB反正經常碰到 可能TVB比較大 阿士也很大 你先去哪裏阿士 那裏阿士 對不起 我去大埔阿士 大埔說真的 他的廠是可以拍零二的 大到誇張 但沒有人氣 很大但沒有人氣 我也是去過一次 阿士那時候的Million 邀請回來 那次不知道幾周年 有唱張立基 這裏阿士 這裏阿士 你唱歌 我也是靜莫狂淚與爺 你遲一點 不好意思 他好像不知道幾多年 我做過一個月 那裏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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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浪費 很大 但沒有什麼在裏面 很刺激 很多垃圾 很多垃圾 放在那裏 好像那裏工廠 他大了 那去過了 3樓還是幾樓 我那時沒有餐廳的 因為他已經是收拾了之後再做網絡 餐廳你去的人都要推幾個門 走那些很刺激的地方才去到 很大廈的 咦 我們不是轉港體育嗎 是的 先轉一轉 娛樂多什麼娛樂多 他沒有歌 他不開心 因為有些球在附近 那麼想說什麼球 我們剛才出了我的影片沒有呢 短的那條片? 是的 我有一條普巴的影片 不用出的 你那條片是上的 是 普巴 阿巴仔 說什麼呢 我們先看一看 阿巴仔 我想很多萬迷都看到他想載他兩巴掌 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 雖然他還不知道去哪一隊 說是祖雲達師 但最近出了一個自傳紀錄片 坊間的評論是很差的 有一個電影評分的網站 10分換分 那個網站給他1.2分 很低分 為什麼這麼少 甚至 因為他說他在紀錄片裡 你知道普巴的人格 即是他人也有些問題 人格 人有問題 人格我不太清楚 我不認識他 人格也有些問題 很多人說 即是爆那些球隊的那些 即是爆那些不好的位置出來的那些 即是不是說大家 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Exactly 我一定是贊成 他這個人 人格我不敢說 但他本身在球場上的品格 我覺得很一般 因為球品好像人口那些 不是 球品是壞到 我記得剛剛那季 有一場球 他後備入體 踢雙人 踢雙人 紅牌出場 那一場 哇 我心想 對你不是抱 你不是抱 一出來就紅牌 我忘記了那一場 嘩 我覺得你很抱 大哥 他好像有點不喜歡 那個 那時候是蘇斯亞茶 蘇斯亞茶 沒有正選打 他就說 我沒有正選 你後備入體 結果這樣 我覺得其實 尼尼迪說過 他比巴勒迪 巴勒迪 因為他本身 我覺得他是需要 替心理醫生 他傻傻地 他真的行為上 是 成長有點差 而我不怪這個球員 但是我覺得 古巴不是 你覺得 有時球員 拍紀錄片 或者自傳之類 是一個 要有很多經歷才 你現在還在踢球 你有多少經歷 可以拍到給別人 是 你不同 是輝加遜 他也是 幾十年 我心想他 想賺錢 誰知他效果很差 所有都是負評 他在說話 所有都是 很簡單 你由他踢球 你都會覺得 你這傻傻傻 一直在玩 首先 我跟張老師說 巴勒迪尼本身是 真的有問題 為何總是我 那些 但是他不是 他沒有這些行為 但是他那傻傻傻 他人品有問題 他下場那個 喂 你下場的 我不管你怎樣 你都要盡力 有體育員 運動員的精神 你怎麼炸榴彈 喜歡 喜歡就踢一場好東西給你看 不喜歡就叫 最好笑的是網民 看完紀錄片 我沒有看到 因為我也不太想看 就是他 普巴就好像 在自己的世界裏 只有自己說 是啊 這些球員 我最領導 我一定會計較他 還有你有時候 紀錄片會訪問一些人 你要他先說什麼 對 讚他 對 一定多個讚 普巴你沒有讚 有 我唯一讚普巴就是 他偶爾也有神來之筆 很少 好笑的 很激烈 你說他是不是不好 他不是不好 他不是不好 他喜歡踢的時候就好 他喜歡踢的時候就好 他不喜歡踢的時候就小 就是狠 狠狠 就是狠狠 巴路迪利 他的演出 不要是因為他自己的心理狀態 他調節得不好 就一路不斷 他不想 我覺得有些 我會同情巴路迪利多過 是啊 因為他本身學歷說 你看到 Teddy也說 看波那麼久 普巴的真是混蛋 但是真的 因為他不是有問題 他是玩的 你明白嗎 堅成 如果我經常都說 如果做一個調查 萬聯歷來史上最黑人生的球員 我想普巴應該也是第一位 沒錯 多謝Penny 多謝Penny 他就說 很喜歡看我們三位 堅成哥 有學去識 張老師有性經驗 有經驗而已 我自己教一個性 我也是有性經驗的 沒有 沒有 鵬哥的狗鬼 三個拍一流 多謝 我們三個就是 跟他發揮 他長我硬 他幼 不是開玩笑 好像覺得很差 說他幼 阿基成說 我幼才是想法神密一點 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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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怎樣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剛才我們都可以講講 問我們是否認識杜汶澤 為什麼呢 他都是 我們是因為足球 是的 剛剛講到足球 又可以這麼巧 杜汶澤其實就是我第一個 去serve他的藝員 當時他做世界杯 因為當年世界杯 我們就量找哪個 鑑賓回來去做 其實就是我和監製說 找杜汶澤 其實應該是對的 挺搞的 請了他回來 跟他合作 他很棒的 通常晚上11點後 他是沒有電的 因為當時他做電台很早 是的 11點鐘就睡 是啊 他很有演員道德 很準時的 還有他入廠之前 他看完所有的稿 你的稿不對 他就瘋了你的 但是他又很尊重老人家 譬如羅人姐 導演不知道搞什麼 他就直接瘋了 那個導演說 你拍奧斯卡 你拍了羅蘭姐 你拍了很多錢給人 放那些老人家 先走 我就覺得他很厲害 他OK 我們接觸他 第一次就是世界杯 是的 嘉年華 那次很有趣 我問他 他也是粗口 你粗啊 怕你拆大嗎 大家就來 然後跟他粗 然後他很好笑 那時候是吸煙的 他是很夠薑 你知道銀色的 那些 上面有一個小垃圾 那些銀色很高 那有事你才出現 那他就說 吃啊 那我吃煙的時候 就說 大家同路同步 很開心 有一次很搞笑 我問他 為什麼你叫我 找我和Wendy做嘉賓 如果大家有看過 然後 世界杯啟事錄 他找我和Wendy做嘉賓 那時候我和Wendy拍拖 然後他說 我說 我問阿澤 為什麼你認識我 有看我的廣播 他說我不認識你 他說我不認識你 因為有些人說 我發聲字 那怎麼辦呢 然後他就說 是華仔叫我去找你 就是柳德華 我偶像之一 他說華仔叫我去找你 他說 那麼開心 真還是假 他說真的 他說我認識你 他說 那你真的不認識我 他說 挺好笑的 OK 他人都 我和他合作那次 都OK 挺舒服的 因為我再說 那次第一次拍攝 好笑的 拍世界杯啟事錄 問那條問題 就是艾蒙道的花朵 叫什麼 是鴨嘴獸 野獸 有幾個答案 ABCD 還有是食藝獸 然後問什麼 然後阿彭說 他們這四部 其實沒有他的樣子 他四個都是 然後他們說 糟糕 沒有這個答案 其實真的四個都是 以上街市 其實他真的嚴格來說 是四個都有的 然後你說 這個是沒有過去 沒有家 擺明他是一隻禽獸 不過其實他是野獸 阿澤呢 他在那邊笑到 導演 你叫我們先做 我先笑一會 我先笑完 OK的 大家困裡有些火花 大家開心 最重要是節目 有火花的效果 我問個人 因為這件事都很多年前 這件事多久 十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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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什麼世界盃 德國 德國世界盃 但是真的沒什麼聯絡 那次認識一認識 他可以聯絡我們 是啊 他有什麼就大家聊一下 OK 我們解釋了一點 為什麼要說杜汶澤 有人問 是啊 是啊 還有就是其實呢 我覺得普巴 有時候有某些位置 有些像是黃周生 有些像是杜汶澤 那種 就是那些性格演員 是啊 就是那些性格演員 但是有性格演員 他又不是有杜汶澤 那些這樣的道德 但是呢 很可惜普巴 你知道這個態度 但是他始終都有人要 因為他是有實力的 其實這個人 你衰在他 其實現在看著 很多人都有講開這宗新聞 講開普巴的球員 現在很多人就講 看有哪個領隊可以真的 可以真的能夾到他 或者能夾到他 你覺得很煩 是啊 你要夾到他 就是百字好 或者你操練 現在最有機會 應該是回去祖雲達斯的 但是 又還沒怎樣 不是說搞定了嗎 還沒有那張照片 就是簽字那張 就是簽字那張 但是艾力尼 應該都可以搞定 應該搞定了吧 因為他跟艾力尼 以前應該 之前好像跟過 他是祖雲達斯 跟艾力尼 跟著 也是打得好才會 抹聯馬 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打得好 兩次都不用錢 第一次去又不用錢 去了雲達斯 現在他又是不用錢 而且我覺得 這個球員的級數 不應該是 在英超年五年 踢到這樣 是啊 他有權吃好一點 他應該可以做得好一點 是啊 有權吃好一點 他是玩東西 搞到第四晚的心情 老實說 如果他踢這個位 都是世界一級的 他真的絕對是世界一級的 是一個態度 是一個狗流 好吧 說態度 是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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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態度 做事 還有那種 那種 心態很誇張 我經常覺得 你給我打正選 他也有一件事成功 就是 惹人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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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多點留意 我們盡量讀多點留意 還有大家記得CLX給我們 給我們一個讚 還有一些新的朋友 可能知道我們會說說這些其他 記得訂閱我們 按鈴鐺 這個鈴鐺 你不用付錢的 按鈴鐺之後 分享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之後 有一個效果就是 有些新片你馬上收到 OK 大家可以多留點言 因為其實我們想做多一些不同類型的節目 跟大家 有些互動 沒錯 大家多留點言 我覺得普巴就 坦白說一句 如果真的 他能夠 找一間球會 真的 認真真 一個是好球給我們看 我覺得在祖雲達斯 那一年是好 然後就慢了一半年 那一年 可能那時候還未算是很出名 叫做 贏了洗青杯 那時候 都叫做 有些人認識 不過就未去到 那麼多人知道 但那時候也很厲害 我看過他的精華 我看過他的直播球 五大義甲有很多 可能有些節奏 可能是適合他 對 又是假期的 對 英超那些節奏 可能不太適合普巴 去到義甲 可能是對 可能不奇怪 有些人 天生懶 懶勝都有 伊巴說真的 看起來好嗎 他都是踢老鬼波 但是 他就有一幾下給大家看 伊巴也是厲害的 整四十歲 不過他的腳傷 可能收衫都不停 但不要緊 他要做義大利亞 對 最重要的是 希望 看看普巴 我就覺得 我沒什麼所謂 英超就不能成功 以那個節奏的速度 他這樣扔法 就很難搞 根本上 教練都搞不定 我問過 有些香港很資深的領隊 如果普巴這些球員 你會怎麼用 第一段時間就賣走他 他說你瘋了 你聽話 他說你多好球都假 對 但他剛好 油場駕駛回到基奈亞 他父母出生的地方 好像國王巡遊 那一定 基奈亞有多可出 這麼厲害 坦白說 如果我們三個 在英超 好像孫慶民 來來香港 我整身都很難 以前比較出名 有些是打國內 那就是普哥 T.T.卡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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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號 不如是他父母出生地 所以他回到去 我猜不到他這麼受歡迎 但都想說 說開普巴 都能一點 孫慶民 剛剛就大家知道 跟沙勒 一起拿個併列的神社手 英超 接下來的今年 不要說他走不走 暫時正路應該不走 應該從而而遲 大家覺得孫慶民 接下來 新的球櫃 你覺得 入多少球 或者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繼續拿這個神社手 神社手 我就覺得難一點 可能有時候也是爆了 那就是幾球 如果你說沒有神社手 你覺得他今季有幾球 我想 如果他可以入到 15至20球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張老仙 15球 家庭觀眾都可以 15球 我也是 15 16 15 你怎麼去不到過20球 你兩個男生 真的 注定我們拍檔 我也是想15 6球 就是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了 我想的就是 哈利簡利好的時候 他的球量上升 孫慶民 他不只是自己射球 他也可以幫他做球 是 我也是想15至20 這些差不多了 因為你不可能有23 大哥 不要說其不其事 亞洲球員 很難可以保持幾季都這麼好 很多人都跟我們差不多 15球 David仔 其實今季 他上一季拿了23球 是一個 bonus 同意沒有一球是12馬 是奇蹟來的 奇蹟來的 有時候這些一季 可能真的可以不可球 有幾天 十九幾 是 白酒 路費 今季就比較難 十球 但是我們也猜 他會比上架低 因為 你要記住 你去年那麼荒莫太老 今年就是很多人 會針對你 因為有些球隊可能會在研究 怎樣破 對 會把你搞死 最重要的是 經歷過世界盃 中間世界盃 南韓是一個絕對的主力 其實他經歷過世界盃之後 他會起正跌 真的不知道 對 最重要的是不要受傷 不要有大傷 真的 最重要 今年他上一季都叫做健健康康 有些小傷 都是不算大傷 所以真的 老孫有新女 新女 他這麼帥 這麼富有錢 就不要管 大把女兒 又他樣子又帥 真的挺難 他的樣子是baby face 這些是騙子 他一笑的時候 這些是粗重一點騙子 一流 不過他也有30個 孫英文 但是他還不太適合 南韓也很適合 你以亞洲球員的體能 在英超 所以你說 剛才說 你近來的年齡 又爆了一季出來 下季可能大家會重點招呼他 所以他都挺 都挺可憐的 他跟林志堅 一起在漢堡打 差很遠 另外阿希 他說C7是神射手 C郎也是厲害 18球 今年也18球 你都不能說他37 不過C7也可能不走 C7走 沒有 有機會走 我玩今季 今季 他最初又說去什麼 去羅馬 今季說了 問我 我打給他 你看穿什麼衣服 最慘的是 一晚還沒簽到人 最慘的是 最保守 我都覺得是玩多一季 我懷疑他可能 如果再踢多一季 始終你只要半季 就打世界杯 你轉來轉來很麻煩 現在有哪一隊可以吃到人工 他年紀大 人工貴 一會 下一集 今晚另一個節目 開球一湯 我們會再做 怎麼講足球 夏蘭特點看 待會開球一湯 9點 我們這個時間 就要張老師 幫我們炮製的奇案 說真的 我們不是說黑銷這個奇案 這個奇案 大家是精心炮製 還有 張老師 保心力血 還有很多鮮為人知 你外面未必做過 有這些資訊的事 張老師可以帶給大家 因為張老師本身是江湖 不是 江湖中人座 當然不是 好 這個時間我們先看看廣告